好 台北市去的路面居然是有一个大洞 那么台北市长郝龙斌晚上是亲自到现场去视察 没有想到碰上了里长来抢侠 你不要说什么幸福台北 这有什么台北啦 什么建设啦 拉高分贝就是一阵骂台北市长郝龙斌到路面下线的现场视察 碰上里长开炮实在好尴尬 大陆你也常去你也知道嘛 上海那个马路跟我们台北怎么比啊 我们马路真的是不要说苏上海啦 苏内门不太多了啦 连我走路都会跌倒啦 里长火气这么大全是因为北市民权东路二段巷洞中 25日下午两点多路面突然出现个窟窿 柏油路的边缘像块融化的巧克力蛋糕 软绵绵的网洞里锤窟窿还不断扩大 最后成了大约长六公尺宽八到十公尺 高度三公尺的大洞 等于下线了整整一层楼高 让附近的住户越说越委屈 干脆抱着市长哭了起来 我血压已经升到180了 我一定来处理 我一定照顾你 你放心 我已经脚弄不掉了 初步我们工程单位的了解可能是管线造成的问题 然后管线破裂然后造成一些水冲沙的泥土让整个地方变成这样一个塌陷 如果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该负责责任我们相关人员我们会要求他付出责任来 经过8小时回天混凝土市府预计26日清晨路面可以恢复正常通行 没等到确切坍塌原因前民众恐怕还是无法心安 三约新闻一阵到中佩军台北采访报道 还有台中市警方呢最近很积极的在扫荡